从手机选单中一点 原本空荡荡的毛毯上 瞬间多出一组沙发 将AR结合购物 正是亚马逊的拿手好戏 但你知道吗 亚马逊员工上班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填文卷 打开电脑 问这内容包罗万象 从对主管会议的看法 一周收到多少客户回馈 甚至连家中的浴室大小 亚马逊都想知道 每天就会有点烦 一个礼拜一次应该还好 加强公司跟员工的沟通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这是亚马逊 去年4月实施的连结计划 目前亚马逊在美国聘雇 超过56万6千人 是美国第二大的雇主 希望透过这套系统 多了解阵容庞大的员工 这很有可能是人资部门 在做的一个社会实验 判断你今天工作表现 判断你整个月的 这个目标达成率 掌握员工状况 希望借此摆脱血汗骂名 不过对亚马逊来说 他们还有另一个麻烦 川普上周再次重炮 轰击亚马逊 把美国邮区当成自家送货桶 让美国蒙受损失 更让数千张零售商 因此失业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77个大型的都会区 购物中心闲置率达到了8.4% 高过前季的8.3% 创下2012年以来新高 Avazon是美国当今市值 最大的公司之一 你把它当作目标要动 对你的股市真的好吗 川普连续海K 亚马逊股价继续下挫 二日收盘时 为1371.99美元 下跌了75.35美元 跌幅5.21% 而另外一家大涨 特斯拉也重错 二日再跌8% 暴载250.26美元 而美国科技股领跌 像是脸书 苹果 亚马逊 网飞以及Google 二日的市值 总共就蒸发了 787亿美元 东三餐新闻综合不到